编号 现在做这个在全国不会超过五家 它是一个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也是我们民间的一个佛化石 这是它的存在就是彰显了我们老祖神的一种智慧 大家好 我是永哥 这里是安徽宣城的邻国寺 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古法功夫炸油 这里是晚南的一个山区 现在我们就过去见识一下 你这个都是从外地进过来的 不是 这是老板准送来的 他们自己种的 这里面有这个杂草没事吧 这个没事 我们待会的话 炒好了以后我们会用风车给它封干净 你这个现在烧的还是帝国了 对 墨柴烧的 因为我们当地有这种墨柴 它这种自然环境在这里 然后用墨柴的话它的这种温度比较高 这个菜籽炒得会更加香一点 现在省力多了 以前的话用大铁锹在锅里面炒 一天下来的话就累得不行 以前都是手工炒的 以前手工用大铁锹 这锅要炒多少的 这锅是60斤 你这个锹是干嘛的 是看有没有炒好 像这个就是炒嫩的 嫩的话这个菜籽它就不香 如果炒老了的话 这个菜籽油它就会发苦 像这个就刚刚好 这个就靠我们几十年的经验累积 也还是想靠学士学会的 我们这个也没什么固定的时间 好好了我们就出锅 现在这个锅却很省力多了 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以前那个真的是太累了 那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你说二十年了 放在这里冷却 冷却了以后我们吃去抹粉 这个就是把我们油菜籽里面这个杂物给它撤去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杂质 你看这边就是干净的菜籽 然后那个后面就是那种杂物 都从这边出来了 对杂质就在后面 你这个风车开起来也有年代了吧 这个风车最近晚有几十年了 我们家以前也就是做这个的 爷爷辈就是做这个的 也是祖传的 对 那到底这是第几代了 应该有四五代了 这个是一个辛苦 而且是费力气的活 我们现在是抹粉 把菜籽抹成粉 这个还要打成粉 对 这个是350斤 我们每炸都只能打到350斤 多了打不了 少了也不行 我们就是以菜籽为主 像其他的话 我们这个别人都不怎么喜欢吃 像大队花生以后 我们这边都是说这种菜籽油特别香 像山东它们是花生油 像东北的话它们就是大队油 像我们晚南的又是这种菜籽油 早上几点钟起来的 今天早上四点半 不走不行 不走一炸做不了 一个人就太忙 把昨天磨成的粉蒸一下 这个工序叫铺粉 就是把粉放在这个水晶系上面 把它蒸熟 今天要蒸多少锅呢 要33锅 我们一炸的话必须就是33个 一个一个饼 一个饼就是10斤 你这个每一锅还要撑啊 对这样的话就会标准一点嘛 我们一锅就是10斤 把这个蒸好了就放这里面了哈 对 这就是柴饼 这叫柴饼 它们以前用稻草 现在我们用这个布也会更加的干净一点 因为稻草里面有很多杂质 比如这个布这是专用的这种薄饼的布 这样也会更加的干净 这个是用脚踩 用脚踩 传统的都是用脚踩 我看你这个大木头应该有年代了 这个有100多年了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它是更早 道光24年的 你知道道光24年是哪一年吗 具体的多少年我还不清楚 真不清楚 你不知道是吧 是1824年 道光24年春月吉日200年了 这个漂亮 它这个柵就是一根整的木头做出来的 这个太有感觉了 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大树根的 这个装的要必须两个人装 一个人不好装 你走了以后它会倒掉 要一个人扶一下 一定要装正 不装正不装 那边没搞火 防整杆 有的时候 下后面一个人不会装 前面那个人累得要死 每年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忙着不能聊 很多在外打拼的家人 都回来了以后 都要在我们家店上几乎回家 因为我们家这个油 好多人都喜欢吃 比较纯 对 它的浓重香味都不错 他们很多人在外地都买不到 然后这个木炸它是高度一米 长4米5 这个是两块蜂木拼起来的 大约有2000多斤 这个木炸它也叫笼炸 它像笼炸一样 它前高后低 像笼炸一样在我们这个 叫笼炸 对 这个是已经装到头了 这个木炸 三十三个已经装完了 还换衣服这个 还换衣服 你这个体格可以 大冬天的就光着绑子 冬天的就光着绑子 现在龄下三队无所谓 干活嘛 我龄下十几队的时候 我也是光着绑子 因为光着绑子什么 利索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出油比较快 到后面就慢了 就像林衣服一样的 很多人说你这里面肯定有水泡 自然水泡还没限量 这一块石头大概有多重啊 这个石头已经一百多年 两百多斤了 哇 你这鸡肉绝对 还不错啊 这个比鸡肉还厉害 你这个一炸要撞多少下 一炸要撞5000下左右吧 哎哟 累死了 累死了 就是一步步往前改 对 就靠着这种 物理的压力 把这个鱼给它挤出来 这个木杂 是上面传下来的 然后 有人出了十几万 我们也没时间卖 就是只要传的东西 你总的去 可能去把它卖掉的地方 对对 打了再多鲜鱼 都不会卖的 一样 像你这一炸油啊 正常要炸多长时间的 这一炸啊 嗯 打炸的话要三个小时 然后从早上开始蒸嘛 早上五点钟起床 开始蒸笔 要打炸 然后就下午再炒死了 一天 满满的 满满当当的要一天 哦要一天 对 一天一个三百零菜籽 这个效率真的是不够 其实效率有点低了哈 对 但它油好 因为这个红果炸 它是一种布里亚炸 也叫冷炸 它这种古老的方法 打出来油啊 它能够更好 更完整的是 搏鱼菜籽的那种香味 哦 哦 像你这个一炸大概要出多少油呢 我们这一炸是33个 33个就是350斤菜籽 100斤油 350斤出100斤 对 哦 优利很低 比不过机器的 可是没炸透哈 对 里面还有 还有至少有几十斤油在里面 带我们打干净 哦 这个油就是成品了是吧 啊 这个就是成品了 可以直接食用的 哦 那现在怎么卖的这个油啊 哦 我们这个是28块钱一斤 28 哎 哎呦 这个也不便宜哦 啊 不便宜 但是明以十无一天啊 十亿余无一切嘛 你可以看到我们家 我们家的这个油 你看啊 它的浓度大 而且它的香味是特别的好 因为它保证了它的原汁原味嘛 因为它浓度大 所以它的使用量 也只需要这个普通油的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说想要少吃油吃好油 这个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哇 好香啊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小时候的时候啊 特别有个邻居 他家有时候经常啊 来不及做菜 就是咬一勺这个菜籽油啊 泡饭吃 朋友们这种食法你们吃过吗 可以尝试一下 感觉特别好 但是这个要取决于你这个菜籽油啊 一定要很纯韧 就行 就是说